在這邊走就會走到三的另一頓 你們要做忍術的動作嗎 快快快 我說會做成影片 大家好 我是Youto 真的好久不見了 有沒有很想念我的節目呢 去年聖誕節 我跟我的朋友們一起到俠克羅古道踐行 天氣雖然很冷 但山上的樹葉已轉紅 陽光灑在樹頂上 風景很美 大家趕快一起來看看吧 俠克羅古道位在新竹堅石和武鳳的山上 全長有22公里 一共有兩個登山口 養老登山口 和石鹿登山口 我們這次是走比較簡單的路線 從養老近 從養老處 那天剛好遇到寒流來襲 我們從附近的營地出發時 第一次看到帳篷外面都結霜 車子也結冰 早上氣溫只有零度 我們登山市 天氣非常晴朗 嗨 嗨 嗨 我們已經超過了嗎 我們已經超過五個人了 耶 我們走 繼續往前 但真的很冷 連路邊都出現樹冰 爹爹會丟祭司本齁 快快快 我這會做成影片 但是我不確定我什麼時候有時間 可能要到明年了 看到隻婷婷的竹林 高手露天 忍不住停下腳步欣賞這美麗的景色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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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們要往前走吧 好 好 我們要做忍術的動作嗎 咻 快點 咦 就這樣嗎 累到不能做 經濟獨立好了 好 天啊 在我媽媽懇求下 我們最後還是不得已的做了經濟獨立 好 從登山口走了一個多小時後 我們終於來到有名的尚風景點 馬鞍住在所 小克羅古道原本是連結石路清泉和養老秀丸部落的重要道路 在日治時期 日本政府為了質押這些部落的族人 於是在小克羅上設置了許多住在所 OK 但目前只剩下白石柱在所保存完善 其他大多都消失了 這天雖然紅葉還沒有很多 但因為天氣晴朗 陽光灑在葉子上 看起來很很金黃色的 我覺得那三好朋友還好一整片 回程式我們小朋友已經想要回到登山口 沒有吃關東煮 一路都沒有停下來休息 走了六公里 到底好了 好吃嗎 回到養老登山口 馬上買了關東煮跟烤香腸來吃 為今天的健行畫下完美的句點 看完我的影片是否也想去小克羅古道走走啊 12月到2月是封業季 因為有客很多 有車輛管制 記得要事先申請通行證 我們下次見囉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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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